創作者俱樂部 大家好 我是大喻 我們經營的頻道是創作者俱樂部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如何拓展自己的想法 任何事情開始前都別忘了你的頻道理念 當初為什麼想要拍攝影片 你希望透過影片內容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成功的創作者大都會說 熱衷於自己製作的內容才是自剩的不二法門 除了思考拍攝的理由 不妨也想想你的目標觀眾是誰 找出你的目標觀眾 如果你才剛起步 請花點時間確認你的觀眾是誰 他們的興趣是什麼 如果頻道已經經營一段時間 建議你參考數據分析中 一個叫建立觀眾群的分頁 此外你可以需要調整表達的方式 才能讓你的影片使觀眾感同身受 比如說語音與口吻應該根據觀眾的年齡 工作職務以及其他特質加以調整 創作者製作影片的原因有千百種 你的觀眾又在哪裡呢 你喜歡製作的影片內容是什麼 你的對象是誰 無論影片的類型或型態如何 放心一定有可供參考的基本內容和策略 只要你定期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一定能幫助你朝向成功之路邁進 現在個人創作者就是自己的品牌 是將構想發展成故事的大好時機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創作過程 以下分享幾個值得一試的小秘訣 可以把影片推出最大 展現出現的構想 展現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構思的過程中千萬不要自我設限 不妨將構想寫在白板上 這個方法在團隊製作時特別好用 縮小範圍 如果許多出色的構想 就先好好列個清單 在你最喜爱的构想旁加上信号 再决定要加哪些点子拍成影片 加上具体细节 决定要使用的构想后 接着思考主要的内容 举例来说 如果想要制作影音网制 那就决定好你要拍摄的影片剧情 应该包含哪些元素 在多数的情形下 最好先写下你要说的内容 每一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写在纸上记下话题 提醒自己应该涵盖哪些主题 你可以在故事中的桥段添加小细节 先拟好各个桥段 同时别忘了要传达的核心讯息 根据影片类型和复杂程度而定 你可以需要先将脚本写好 或者连同讲稿准备好 如果你打算制作 事先撰写好剧本的影片 可以先上网参考风格 建议你以自己的风格来写 因为就算是读稿念 每个人讲故事时 都有与众不同的方式 因此应该融入自己的风格 即使不会写剧本 也无妨 直接在电脑上打上自己独特的观点吧 分享几个诀窍 一你可以先造访影片的拍摄地点 在当下的氛围中激发灵感 二善用社群 先看看别人社群观众 对新的构想留言的内容 三慢慢找出最适合的影片架构 自己透过手机拍摄之后再做决定 老师你是不是也经常要求学生发表专题 要事先排练呢 当然创作者 教育创作者也不例外 而且没有摄影机也能够照常排练 你可以透过排练练习叙说故事的技巧 找出问题加以改善 你可以参考几项做法 第一个 快速带过内容 如果有脚本或清单 你可以迅速的念过台词 或者从头练习要说的内容 并记录时间 这样就能够根据自己听说话的内容 依据需要调整台词与语速 第二 逐步演练这个方式比较着重于实际拍摄 举例来说 如果需要到特定的地点拍摄 建议你亲自到现场排练 这样才能察觉器材 以及场地上的问题 并加以解决 三 全套排练 和剧组人员依照剧情 从头到尾排练一次 假设你的影片需用到特殊画面 排练有助于实际拍摄时 所有环节都能顺利进行 由于排练的所需时间长短不一 如果拍摄的影片只有你一个人 站在镜子并用手机录下排练过程即可 因为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习惯镜头的存在 拍摄内容如果不用与他人分享 但如果想听听他人的意见 不妨可以先请亲友观看 并询问他们对你排练的结果 是否有任何建议 对了 对着读稿机念也是需要练习的 一般来说读稿机是可以透过 控制器来控制速度 但请多练习几次 其实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的YouTuber都是读稿念出来的影片 但如果他们真的只是照稿念 我想你也不喜欢这样子的表达方式 我是大鱼 有任何拍摄影片的问题 创作者俱乐部 我们随时等候您 下次再会